词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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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逗逗 不可以乱扔垃圾 快把雪糕纸捡起来 狼儿 我们摘芦荟做什么呀 逗逗 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村里有很多人被毒蚊子咬了 金强提议大家来摘芦荟 给被咬的村民送去 哦 那边是什么树 好漂亮啊 那个是红火果树 听盐巫师说果子很好吃的 我也听盐巫师说过那个果子好吃 但妈妈告诉我不能在外边乱吃东西 豆豆 豆豆 不要摘那果子 豆豆 不要摘那果子 事虽小 乌善为 狗善为 子道亏 我们大家都没吃过这果子 万一有什么事会让爸妈担心的 哎呦 哎呦 我的肚子呀 豆豆 下次千万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了 这羊太让我心疼了 我知道了 豆豆 这是火烧的吗 是 不是 哎呀 小孩子可千万不能玩火 太危险了 在家中一言一行都不能马虎随便 不然以后可能犯大过失 所谓不以善小而不为 我知道了 不以恶小而为之 哎呀 我知道了 太神奇了 哎 哎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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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快帮110 哎 快帮119 等等什么时候了还说胡话 还不快救火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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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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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豆豆别急 我有办法 爸爸妈妈 对不起 快和笑笑龙去找解决突破问题的办法吧 我知道了 妈妈 小龙 到了清凉洞一定能找到冰灵子吗 他是个小精灵 他不会飞走吗 应该能找到 你怎么又吐火了 我不是故意的 只能找冰灵子了 只有他有寒冰 也只有寒冰能化解你吐火的难题 你要小心啊 你万一把山上的树木烧着了可是大罪过呀 好 我一定注意 进了洞口可千万不要吐火 不然会吓到冰灵子 他可能就不出来了 走 嗯嗯 你 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叮叮子您好 我们是德行村的村民 豆豆误食了红获果 所以不停地吐火 想请你试给我们一块寒冰 请帮帮兜兜吧 你们跟我来 你把这冰融化了 我就给你寒冰 兜兜先别融化 你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被冻住的 了解了清楚再说 你将冰含在嘴里 冰融化以后 你就不会再吐火了 谢谢你 豆豆 你一直没吐火 是不是好了 不吐火了 但是冰还没融化呢 怎么下起雪了 太冷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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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找紫霞仙子 紫霞仙子 事情就是这样 冰灵子会让天气变得寒冷 所以冰山老人才将所有的冰灵子冻在洞里 留着一个看守他们 原来是这样 小小龙当时就阻止我 都怪我没听他的 连累了村民 豆豆 事虽小 物善为 苟善为 子盗亏 不要因为是小事 就轻易去做 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判断是非对错 所以小孩子做事 要请教家长 才不会做出有损我们德行的事啊 我明白了 仙子 豆豆 将这袋子抛在空中 自然会将冰灵子冬入袋中 我随后就到 小兰 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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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� 仙子 求求你救救这小精灵 虽然他们扰乱了村民的生活 但罪不至死 请您宽恕他们吧 豆豆 你没有轻易放走他们 这让我很欣慰 看来你是明白了 在不能判断对错的时候 要请教长辈的道理 好 你起来吧 来 给他吃下这个 豆豆 别担心 因为这些精灵心肠冰冷 没有慈悲心 今后我要带他们到天上修行 不再世间危害他人 谢谢紫霞仙子 嗯 这才是好孩子 妈妈 我知道了 事虽小物善为 狗善为 子盗亏 我们不要因为是小事就轻易去做 因为小孩子并没有能力判断是非对错 小事情可能酿成大灾祸 所以我们做事要请教家长 才不会做出有损我们德行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